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一直以来就这么干的 在大师大妃面前没有人抛弃同胞 夏朝末年的君主叫夏瑶 哥们年坏成天与妹儿习鬼混 除了喝酒撩妹就是搞房地产 大家都输不了她 有大臣劝夏瑶老板做个人吧 夏瑶不高兴 我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 你觉得太阳会掉下来吗 这句话传到老百姓的耳朵里 大家愤怒了 我们愿意和你同归于尽 后来夏朝真的灭了 夏瑶的故事也被写入儒家经典 几千年传唱不休 为当有统治者不干人事的时候 儒生就会把夏瑶请出来 老板做个人吧 这么日复一日的君涛 以人为本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不论官员捞闲也好混日子也罢 从来没有人敢说以人为本有什么不对 而且夏瑶的案例发生在上古 孔梦诞生于春秋战国 中间隔着一千年呢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孔梦从国民性格中提炼出来的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带着以人为本的DNA 《论语相当》篇里有句话 私焚子退潮 约伤人呼不问马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那时候孔子还在当官 手里有点闲钱养得骑马 有一天下班回家 发现马四烧了 他赶紧问有没有伤到人啊 绝不提马的死活 这就类似于某老板买了一辆买巴赫 然而跑着跑着骑火了 他没有心疼车 而是第一时间关心司机有没有烧伤 感动不 孔子就是这么做的 在他的心里人比马重要 马死了可以再买 人的性命是无价之宝 孟子进行下礼也有类似的话 名为贵 设计辞职 君为清 在孟子看来 老百姓的命是最贵的 皇帝的命是最贱的 海瑞经常用这句话怼家境 大家纷纷点赞 家境全情天下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脸上小兮兮 心里骂外批 这就是政治正确 这才是中国奉为规念的东西 你就算不愿意做 也绝对不敢反驳 但是真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 你是根本没办法推辞的 冤语和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 相当于西方的圣经 自从儒家诞生以后 与人为本成为统治者 必须遵守的潜规则 比如汉文帝 汉文帝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功力的为账都是补丁没有补丁 磕磕嗦嗦一辈子 他的生活作风也不好 坐有位子以后 他养了个男宠叫邓通 就是攀离邓小贤的邓 为了表达自己的宠爱 汉文帝送了一座铜矿 甚至允许邓通发行货币 也被人买得不轻 但他爱护百姓啊 那些砍手剁脚的残忍刑罚 被废掉了 大臣想帮他修个别墅 他掐着一钻 要花掉二十人家一年的花椒 算了吧 这就是以人为本 靠一颗悲天敏人的心肠 汉文帝混成千古第一人均 比如李世民 别看李世民心狠手辣 杀人杀到袖子里灌满血 但是发生蝗灾的时候 他能抓起一只蝗虫亲口吃掉 你来吃我吧 千万别伤害百姓 这可不是烧烤摊的美味 而是生蝗虫 咬一口满嘴流糊糊 这么恶情的东西 李世民就吃了 图的就是为您请命 和无伤百姓 还有宋仁忠 从职业发展来看 他不是好皇帝 被辽国和西夏 按在地上摩擦 经历新政也不成功 包上的唾沫 喷脸上还得接着 可就是这个窝囊的皇帝 给天下数十年平安 去世以后举国悲痛 连辽国的耶律哄击 都抢天枯地 四十年不时兵隔矣 他没有宏伟的公鸡 却赢得老百姓的尊重 无他人心而已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 不论长相和性格如何 他们都知道一个道理 人命最贵 同样的道理 以人为本 对于政府也一样 远的不说就说国共 土共得得天下有很多原因 比如土地改革 纪律严明 组织强大 战略高明等 但这些都是知之漫漫 而这些原因归拢到一起 其实就是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解放战争的时候 有记者采访教员 你觉得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有胜算吗 他没有说部队的武器装备 只占原的能力等军事问题 而是说了些根本不相关的话 那要看土地改革的进展 以及政策的落实程度 在他看来 只要把老百姓的问题解决了 战争胜利是迟早的事 而国府为了阻拦日军前进 于38年 下令扒开花园口 以水带兵 结果日本人没拦住 反而形成大片黄饭剧 间接造成42年的河南大饥荒 据估算 国府抗战时共抓了1400万壮丁 但是因为饥饿生病 劳累鞭打 还没送到前线就解人大半 这些事老百姓怎么可能忘记 所以中国的以人为本 绝对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老百姓和政府的共识 老百姓的潜意识就认为 政府为我考虑是理所当然的 政府的潜意识也觉得 为老百姓做事不是应该的吗 哪有什么理由啊 这种共识是几千年的历史沉淀 是烙印在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 和政党体制科技都没有关系 这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种族天赋 汶川地震的时候 温家宝总理 举着库音器站在废墟里 推解放官兵说 现在的第一任务是救人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 中国政府放在第一位的还是救人 没别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 几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归根结底 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不是体制 而是治国理念 中国的治国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 其实每个国家的治国理念 都不是从外国复治过来的 只能发现于本国的文化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体制是极权 相当于照顾全家的老父亲 所以面对疫情 想动迅速 一声令下 全国之行 但这个过程和结果不是原因 中国雷厉风行 玩命救人的根本原因 在于延续几千年 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 这才是外国学不来的精髓 如果欧美国家成立大政府 平时什么都管 疫情或灾难中 以救人为第一任务 他们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吧 如果中国是小政府 平时不怎么管事 疫情中也随便 百姓死活 你答应吗 根本不可能答应的 因为我们耳濡目染的是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种红薯 我们讲述的故事是 刘备杰十万百姓赌江 士兵突击之所以成为经典 是不抛弃 不放弃 让我们感动 如果政府突然不管了 我们打心底 不能接受 哪怕你平时是小政府 不管事 这种时候也必须玩命救人 这就是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共识 国家的背后是制度 制度的背后是政治 政治的背后是治国理念 治国理念的背后是文化浸润 文化的不同才是各个国家 体制不同的内在原因 更是世界疫情中 表现不同的根本原因啊